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大家去看佛经 或者高僧传 就会看到许多神奇的 甚至科学解释不出来 现在人看 就以为是虚假的 古人不会骗人 尤其不会联合起来骗人 这次就从五台山的清凉时讲起 五台山是文书菩萨樱化道场 夏天到山顶 晚上睡觉都要开暖气 可以想象五台山整个的气候 进入五台山 就感受到了清凉的气息 据说 以前的五台山是很热的 后来文书菩萨就到龙宫里去借一块石头 叫做些龙石 很清凉 也叫做清凉石 东海龙王的五太子他每次去练兵回来 就在谢龙石上休息 文书菩萨给接走以后 放在五台山 五台山整个山就一片清凉 五太子看到谢龙石没了 就跑到五台山 山太大了 五太子就用龙围把五个山顶都扫平了 现在的五台山山顶都是碎石头 后来五太子就皈依了文书菩萨 也来五台山当护法 人们称他为五爷 香火很旺 很多人看这个故事 以为是后人编写的 但大家仔细去看 龙本来在海里 为什么出现在五台山来护法 而且五台山离还很远 现在地质学研究 在很久远以前 五台山是在海底 后来随着地壳运动 慢慢浮上来了 沧海苍田 大家去看法华经 文书菩萨在哪里度化众生 是在海里度化众生 有菩萨问文书菩萨说 有没有人听了法华经马上成佛的 文书菩萨说 有的 八岁的苏杰罗龙里 他听了法华经马上成佛 这个是文书菩萨和海的因缘 再讲到龙的问题 龙却是真实存在过 它是化生的 能变化 大的能飞天 可以变小 就是一条蛇 龙是有神通的 因为他修行时 成疾接缓 持戒不好 但修行很静静 就变成了龙 在五台山 听说五爷最喜欢听戏 每到夏天 就有大班的戏班来唱戏给五爷听 修行的人 一般在佛菩萨视线的地方修行 成就就比较快 一来有诸佛菩萨能量场加持 二来历代高僧加持 五台山在《华严经》中记载 一万菩萨绕清凉 太阳升起来时 文书菩萨带领一万眷属 在山上度化有缘人 什么是有缘呢 每个去五台山朝拜的 都能得到文书菩萨的加持 自然也有高僧 祈求智慧得到加持 像熏云老和尚三步一拜五台山 路上遇到大雪和病苦 文书菩萨化成起带来救他 也有平民百姓 祈求平安得到加持 还有帝王去五台山 康熙当年到五台山寻找父亲 据说顺治皇帝在五台山出家 康熙在五台山时 走到了西台下面 就迷路了 后来文书菩萨化了一座桥 一个老人提着灯笼 来接他 于是五台山就有了灯笼文书 乾隆听说五台山松人作风不良 想去亲自查看 到五台山 看到一个和尚在河里洗澡 旁边还有许多女人 乾隆一生气 一支剑射过去 和尚附剑跑了 乾隆追上去 到了菩萨顶上 僧人不见了 就看到文书菩萨背后有一支剑 五台山就有了带剑文书 药师法门中 讲到天地对人的影响 如果有高僧加持过的 你去修行的话 成就最快 对身心的转化就比较快 药师法门看世界 尤其是地球是有生命的 比如地球会呼吸 像钟南山就是地球的肺部 许多山洞 都是地球的呼吸鼻子 地球上自然也有像人体一样的穴位 人在地球灵气很足的地方修行 进步就比较快 圣地加持力不可思议 是有物质基础的 俘虏从脱胎换骨说起 修行一定要脱胎换骨 把这个业障的色身 转化为福的智慧身 就需要福菩萨的加持了 唐朝时 有个僧人叫法云 他出家多年 但一直很笨如牛 连基本的早晚课都学不会 大家都嘲笑他 法云还算有善根 他听说五台山文书菩萨是专门开智慧 就一个人去五台山 磕头 想要见文书菩萨 在五台山看到人就问 文书菩萨在哪里 大家都说没有亲眼见过 他就一个人去东台 看到一个老僧在烧火 五台山冬天是冰雪风扇的 他去群满 问老僧 文书菩萨在哪里 老僧说 你找那个邋遢的瘦小的老头做什么 法云比丘以为他是个丰僧 就自己一个人走了 走到了北台 看到一个老僧在烤火 他因为过度的肌寒冷 当下就昏过去 在昏迷中 老僧拿出烧得很红的铁 挖出他的心 竟然是牛心 法云也不觉得痛 老僧说法云比丘 前辈子你修行 但是吝啬法不失 导致这辈子愚笨 虽然是个人 心却是牛心 但你一心向道求法 我就帮你一下 老僧就把牛心用学习一洗 放进去 法云比丘就醒过来 老僧也消失了 后来法云比丘智慧大胎了 对于三藏十二部 都能演说无碍 这个是文书菩萨开智慧的故事 修行要改变这个业障身 业障身没有转化过来 想要成就很困难 相同的 唐朝有个尊士灌顶大师 他是一心求观音菩萨 后来梦中观音菩萨 把他从嘴里拉出几条虫子 又到甘露井水给他喝下去 醒来后 感觉身心安态 智慧大开 修行就是转化这个业障身 唯佛的福德智慧身 就需要福菩萨的加持力 如果业障身没有转化 浊气重 业障重 想要开智慧 是不可能的 不要把这个色身看得很简单 好像是容器 或者是机器 容器就是吃饭喝水的容器 机器就是能走路做事的机器 色身是个强大的接收器 而且是天上天下 都找不到的比他更好的成就佛道的接收器 业障重时 对这个色身就有几种表现 第一 念经时 会打哈欠 或者发困 或者头晕 第二 梦中常梦见恶事 恶人 第三 人欲望就很重 导致头脑昏沉 月障减轻也有几种表现 第一 梦中会梦到吐出黑雾 拉大便 或者常梦见善境界 第二 对经典过目就容易记住 第三 欲望减小 尤其是世俗的欲望 修行要脱胎换骨 因为人的欲望习气 它是有物质基础的 物质还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国人讲的 学佛也要有佛骨 修道要有道骨 没有这个物质基础 先修行程就很难 最明显 大家去看罗汉 罗汉的头长的都特别不一样 就是七扭八歪的 举止也和俗人不一样 表示他的五脏六腑中 有些器官比较发达 思维就和常人不一样 唐朝的天胎宗的初祖会司大师 他开悟的姻缘也是求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给他灌甘露 第二天他头上就长出了五个包 犹如午夜 大家去看出家人 有些是罗汉乡 看上去好像不好看 但却特别庄严 很舒服的感觉 菩萨的庄严和罗汉的庄严是不一样的 像四川的继承老和尚 已经原济了 继承老和尚生前也常用大杯水 给人治各种疑难杂症 福建雪峰四方丈的广邻大和尚 他们都是罗汉乡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